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金融黑嘴踢爆中国经济骗局 2021年9月1日 颠狗编辑室 梁錦祥 路透社报道 北京继去年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后 近日又下令位于成都的中国西南美国商会停止运作 中国官方没有解释有关决定的原因 但是商会的主席王晓东就认为 应该跟中国民政部要求各国只能保留一个官方在中国商会的规定有关 如果这个讲法成立的话 岂不是香港的美国商会也很快要收党 商人不想介入政治 不敢说出真相 但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 真正的原因就是美中经济进一步脱钩 甚至乎面临关系决裂 江泽民金句 满声发大财 但是偏偏外国有一个不满声又发大财的华尔街炒家索罗斯 他继上月中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著文 直指习近平是开放市场的最大敌人之后 近日又投书英国金融时报 再次批评这个习近平不懂市场如何运作 金融黑嘴索罗斯当之无愧 如果生在中国恐怕早就已经报任志强 孙大五等人的后辰 索罗斯黑嘴 但是讲出了事实 他说习近平正在建造一个升级版的毛派极左政党 他对民企的打压严重拖累经济 索罗斯举了一个例子 中国出生率低 习近平试图扭转趋势 但是弄巧反绝 中产家庭生育贵精不贵多 宁愿花钱培育儿女成才 中国的补习行业就应运而生 这些大型补习企业 有美国投资者支持 中国官方为了减低教育成本 鼓励生育一声令下 补习社不能牟利 有关产业就即时崩溃 连锁反应就是在美国的中国概念股都被大量抛售 从索罗斯的投诉看来 他本人也可能因为北京近期种种反市场措施而选手 和其他商人不同 他不会当作交学费 幻想可以继续在中国市场寻找赚钱机会 他的政治判断是 中国在习近平治下 没有西方投资者所理解的市场 中国金融当局安抚外国投资者 中国股市强力反弹 索罗斯认为是一个骗局 索罗斯最辣的一招是 呼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一个跨党派法案 明确要求资产管理公司 只可以投资在管理结构透明 和股东立场一致的这些企业 中国大企业的管理层有党委组织 企业的重要决定是要按照党的指示去做 而不是以股东利益作依贵 这个呼吁明显是针对黑石集团 这一类亲中国的私募基金 以美国目前的政治气氛 国会的确可能会立法 限制机构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投资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中经济脱钩 是两国互动过程的最终结果 源于两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矛盾 另一方面 中国各大媒体近日转发一篇 署名李光满 题目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 这篇充满文革风格的评论 将中国娱乐圈的丑闻 社会上的饭圈现象 梁炮明星流行文化 阿里巴巴等大企业的资本圈 一望大尽 通通都讲成是 美国在中国内部的第五中队 美国通过他们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 中国当前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革 革命 以应对美国野蛮而凶猛的攻击 如果将这篇文章 原汁原味翻译给美国人看 不知道他们看完之后 很生气还是很小呢 或者美国人会自责 在阿富汗搞了二十年 仍然要瘡黄败走 如果有第五中队 何不先于阿富汗 然后才到中国呢 我们在香港就很幸运 索罗斯的头书 我们看得很明白 李光满的评论 也懂得欣赏 我们也知道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 是不可能共存的 多谢大家收听 收听 和分享本节目 请付费支持 颠狗日报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